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快速平移旋转和缩放 刚刚那个是基本的平移旋转和缩放 是要点功能表 那快速平移旋转和缩放只要按键盘 一个键就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做法 Blender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快捷键 从A到Z然后LTA到LTZ Ctrl A到Ctrl Z 通通都有 那所以它的快捷键如果你很熟悉的话 你会看那个非常熟的人在操作 你哇很神就一下啪啪啪一个东西就做完了 那如果你想要练得很熟 你就要记住这些快捷键 那第一个快捷键是G G可以用叫做抓取 Grab 那就是把它移动的意思 R R就是旋转Rotate S S就是Scale缩放 那记得 G S R 这三个键 那我们进入Blender之后呢 新增一个猴子头 然后按G 你就把猴子头抓来抓去 那按R就可以把猴子头转来转去 按S就可以把猴子头呢 缩放大小 那这个缩放跟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个单角度的缩放不一样 单角度的缩放会压扁或者是压扁或者是变厚 但是这个不会这个是整个一起 所以这个Scale有必要一定要用 好所以你要练习G SR这三个动作 平移旋转 缩放 那我们就来试一次 好在这里 一样是这个猴子头 那我们呢 如果按G 我就可以这样子动 放下去 那如果按回到中间 如果我按S S就是缩放 这个缩放已经不是只是看起来大而已 它是真的大了 真的大 不只是看起来大 因为有时候你前后会让它看起来大 但是这个缩放 按S的这个缩放是真的大 或真的小 好 那R呢 就可以旋转 但是R的旋转是针对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角度 做 做那个垂直的旋转 所以 你如果是要针对某个轴线的话 还是应该用这个 那如果你要针对你看的 现在看的角度是用 是用刚刚的那个R 针对你看的角度 还是用这个R OK 那所以轴线的旋转 跟这个 针对你看的角度的旋转 有它各自的功能 好 所以大概 各位 最后试试看这个 那这个试完之后 我们 待会 差不多就可以做雪人了 那今天做完雪人 接下来我就给各位看一些 相关的影片 相关的影片